稍微调整一下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我们刚才弟兄姐妹一起祷告 也说到我要放胆的讲神的信息 而且现在还在疫情期间 就是我们回想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以意想不到的速度 传播速度和滞留长度 在全球蔓延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人可能开始有一些疑惑 后来呢就有一些恐慌 到最后呢 可能现在已经有点麻木了 而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在不同的阶段都有爱心的行动 我们有自我隔离 我们有防护灭造 我们也有在线敬拜 现在虽然有的教会已经开始开放 但是还有很多在online worship 我们也有关回救助 我们也考虑实体聚会 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够呢 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 愿意追求主的人 我们就思想一下 不仅是从我们个人的层面 还是在整个教会的层面上 我们有没有缺少什么 我们基督徒是和世人不一样的一小群人 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的身份和世人不一样 但我们的所思 所想 所说 所行 可世人是不是没有什么两样呢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思想和祷告里面 我总觉得我们不管是作为个人 还是作为整体呢 在这样的时期 我们应当有更深的思想 更大的使命 给我一点时间 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屏幕是不是看到 我们应该有更大的使命 我们有更多的放下 而且有更好的摆上 今天我注意到也是父亲节 我们有没有忘记 我们慈爱的天父 愿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这些罪人留学舍身 换了我们这个神 天父 儿女的宝贵的身份 而且托付我们一个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和世人的追求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世人也很难接受 我们去传扬主的福音 911过去已经快20年了 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那到今天 我们有没有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 悔改幸福呢 这个疫情 也许真的很快就会过去 我们是不是和世人一样 特别是有了现在这个疫苗 Maxime 我们和世人仍然回到原来的生活里面 原来的忙碌里面 作为基督在世上的代表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看到这个末世的症状 越来越明显的这样的世代里面 我们该如何活 弟兄姐妹 主耶稣说 这只是灾难的起头 更大的还在后面 我们有没有总备好 我们有没有更迫切的祷告 我们有没有加快 我们传福音的脚步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经文是出在 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 大家可以翻到圣经翻到那个地方 我基本就在这段经文的上下 四章五章这个地方 当那天晚上 在四章的三十五节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蒙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蒙徒就离开众人 耶稣扔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整着枕头睡觉 蒙徒叫醒他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就醒了 斥则风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弟兄姐妹 朋友们 当时的蒙徒 在主耶稣平静风浪以后 他们竟然是大大的惧怕 而且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Who then is this 今天就在这个 Covid-19 在我们身边 已经肆虐一年了 就像当初的大洪水一样 一年的时间 而且在世界各地呢 有不同的状况和反应 我们知道在中国 是得利于 非常严格的行政控制 行政封闭 在美国呢 似乎我们又起零于疫苗 这个医疗的救星 在印度和其他的地方 却遭受病毒新一轮的蔓延 甚至是变种 现在一年都过去了 一年还是 疫情还是没有结束 所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 就停下我们忙碌的双脚和双手 反思我们在 可能在病毒里面有恐慌 在疫苗里面又有安定 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所跟随的耶稣 这到底是谁 Who then is this 如果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耶稣 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指的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世界 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特别情况下 一年的疫情 可能更长时间 的生活世界很不相符 我们就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真是他的门徒吗 我们是不是没有很好的跟从 或者是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已经很追求了 我们各项活动都参加 我们做很多事情 那我们也许就要问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更错人 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 这个短短的七节经文里面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七个方面的思想 这到底是谁 他要带我们到哪里去 这到底是谁 他要带我们去做什么 这到底是谁 他有没有看天气预报 这到底是谁 他的优先级是什么 这到底是谁 他的行事方式是什么 弟兄姐妹 这到底是谁 他是如何评价我们这些 愿意跟随他的人的 这到底是谁 我们又是做如何反应的呢 我们一起低头在主节 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相信你的儿女 安全教会的弟兄姐妹 虽然是在家里敬拜 一定是更有一颗 更庄重的态度在你面前 虽然我们可能相互 看不到对方 但是我们知道 你是能够看到 不仅能看到我们的外表 也看到我们的内心 在三本的福音书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 都是这样告诉我们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到处都有饥荒 瘟疫地震 但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默契还没有到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戒症 然后末期才来到 欧洲啊 我们在面前 我们蒙心自问 我们的爱心有没有冷淡 我们有没有预备好 今天你的儿女在你面前 认真的思想 我们是不是真的 认识你这一位独裔真神 是不是真的按照你的教导去做 不只是现在那些可能 还是无动于衷的 我们的你的儿女 要认真思想 而且那些凡事 积极领先 愿意服事的人 也要认真的思想 我们所跟随的主耶稣 这到底是谁 他会对我们如何的评价 我们这样祷告 祈求感恩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弟兄姐妹 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呢 我们有七节经文 耶稣基督平静风浪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而且这个故事可能我们一度就过去了 我们没觉得有什么 但是我们就思想一下 就在那天晚上 耶稣对蒙主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我们往往觉得呢 人生是真是无常 我们东奔西跑 有很多的事情 好像有时是我们个人的选择 就像我们升学 我们找对象 我们出国 但是有时呢 好像又是受环境的摆布 而且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就像当且落在这个可怕的疫情中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只能待在家里 而且我们是来来往往 经常是有对 有错 有起有落 有好有坏 但是弟兄姐妹 朋友们 但你岂不知道 凡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吗 只是我们自己 可能不知道罢了 尤其是我们在黑暗里行走 在黑夜行传 好像是没有了方向 但是真正认识主的人 不是我们有圣灵的指导吗 指导我们人生的方向吗 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当时不知道主的用意 但是经过以后 就知道信靠的人 就应该凡事无忧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八节这样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昭的时候 就宗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但是他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出去怎样呢 大家都知道 在《创世纪》的记载 他携在迦南 遇到了饥荒 到了埃及 又差点丢了爱妻 后来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妻子一直不生孩子 后来好不容易生得恩典 生下了一个独生子 独生子 亚以萨 神要 要要他献上为祭 但是他总是 义无反顾 神怎样说 他就怎样行 在这里 耶稣对蒙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这个那边 是什么好的去处呢 如果大家翻开圣经的话 你就看到 在这个下面 马可福音四章 三十五到四十一节 结束以后 马上就是第五章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地方叫做哥拉森 是个外邦人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一个 很大的养猪场 蒙徒他们一下船 就看到了 有两千做头猪 大家都知道犹太人 是不应该去 这种不接近的地方 这种地方 就是耶稣基督 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 讲那个挥霍 挥霍浪荡的小儿子 在他最不济的时候 去的地方 而且去吃那个猪的食物 就像我们华人 你不会去纽约的哈林区上班 也不会去新奥尔良的 红灯区去度蜜月 更不会去印度的加尔哥达 去平民区去度旅行度假 尤其是现在的疫情里面 而且主耶稣所说的那边 那个哥拉森 可能比这些地方更不济 因为他们一上岸 就是一片的缝营地 而住在那个缝营地里面 有一个极其可怕的疯子 耶稣就在他身上赶出了 叫做穷 雷井的鬼 雷井这个意思呢 在罗马的军团里面 是六千个人 这样的规模 所以那么多的鬼 耶稣基督把他 从他身上赶出来 又进入猪穷里 那些使那些猪穷呢 集体投海自杀 就耶稣到底是谁 他要带我们到哪里去 绝对不是世人向我的地方 不是流洋 也不是海归 不是淘金 也不是躲疫情 他要带我们到那 未得之地 到那未得之民那里去 要把福音传到地级 我们跟随主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听到 主的指引呢 我们没有听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 横切地祷告 耐心地等候呢 我们听到以后 有没有听 而重知 而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呢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蒙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蒙徒就离开了众人 耶稣扔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 和他同行 弟兄姐妹 蒙徒是真是听主的命令 他们是离开了众人 并且与主同行 主耶稣在他们船上 但是我们就想一下 那些别的船 那个别的船的人 如果他们不是 耶稣的蒙徒 为什么要坐在别的船上 和这些蒙徒同行呢 我们想一下 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不是像别的船上的人一样 并不是有节学 有使命的人 我们经常也跟着那些 有使命 有意向的人走 他们来教会 我们也来教会 他们受洗 我们也受洗 但是我们不知道 美洲来教会干什么 也不知道要去那边去干什么 真是如同在黑夜里行船 人家飘洋过海 我们也飘洋过海 人家回国发展 我们也回国发展 出出境境 有人是为了理想 有人是为了发达 有人是为了逃避 但是也有人 就是斜着无聊 水大流 荣庸纵深 看起来非常的热闹 非常的忙碌 非常的有成就 非常有事情可做 但不知何往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有使命 有意向的人吗 我们是离开众人 跟着主耶稣 还是经常随从世俗的风俗 跟着世人走呢 这到底是谁 他要带我们去做什么 耶稣的蒙徒里面 也有像我们中间的 大部分人一样 这思想是他的蒙徒 曾经是有很体面的职业 我们经常觉得 他们好像啥也不做一样 其实他们都有 很体面的职业 有的人呢 曾经是海鞋公司的 核心员工 打鱼的 像彼得 像安德烈 像约翰 像雅各 有的是国际税务局的 公员 而且是官员 像那个马太 就是那个立位 有的是著名的 明权运动领袖 就像凤瑞党的西门 有的也是宗教 思国所的高官 或者是后期知秀 我们看到约瑟 偷偷地跟随耶稣的约瑟 和后来的保罗 但是他们却放下 或者是不怕实际 世上这么好的 这么重要的 这么有意义的工作 而且坐在耶稣的船上 他们并不是新创一个 捕鱼公司 与自己做老板 自己来创业 而是走街串巷 到处探访那些 经常是世人瞧不起 看不起的人 世人唾弃的人 而且随走随喊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在马太福音九章 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主耶稣走遍 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空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他对门徒说 耶稣对我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 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去 收他的庄稼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庄稼的主 所拆配的工人 我们每天都在忙什么 耶稣的蒙徒 离开众人 耶稣扔在船上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就满了水 这到底是谁 他有没有看环境 岂不知天又不测风云吗 尤其是在加利利的海上 有没有看天气预报 有没有上网 或者上电视上看一下疫情 为什么一年前的时候 非要回武汉 而现在又非要到印度 怎么一点尝试都没有呢 一个名利苏达州的护士 三个孩子的妈妈 竟然在疫情 东部疫情最紧急的时候 自愿来到纽约的皇后区 华人集中的医院 扶了13个星期 这面新闻讲忽然起了风暴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船在水上是平安 水在船中却是灾祸 没有经过风暴的人 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有多大 疫情当时在中国的时候 我们很难有切身的体会 切身的感受 特别是我们没有亲人 在那个疫情的中心 可是这个灾难已经来到我们中间 还迟迟不走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反应的 在雅各书一章 二节到四节 这样说神的话语 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誓言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是你们完成全完备 毫无缺切 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 六到七节这样说 他说因此你们又有大喜乐 但如今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 展示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 就比那被火试炼 仍然能会的精子 更显尊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日子 得到称赞 荣耀和尊贵 弟兄姐妹 这个疫情 其实还不是一个试炼 不是百般的试炼 但是我们有没有接受我们的政敌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吗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身份和使命了吗 何况说这个 在这个百般试炼中呢 我们真的得到 叫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到那个称赞 荣耀和尊贵吗 朋友们 天有不测风云 你有没有遇到过 那时你是在船上挣扎呢 还是在岸上观看呢 或者在电视机前面观看呢 你是在耶稣的船上呢 还是在别的船上 在海上行船 突然起来风暴 可能有很多的船就沉入海底 但是也有信念的 我们的帮助在哪里 耶稣和我们同行吗 我们心里有平安吗 我们的平安的程度 是随着这个波浪的起伏 随着疫情的变化而波动的吗 忽然起了风暴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买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枕头枕头竟然睡觉 蒙徒叫醒 他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是和我们同行 但是耶稣到底是谁 他怎么竟然睡着了呢 不仅是主耶稣 大家读圣经的话 在使徒行专里面 就可以看到 他的后来的蒙徒 似乎也是这样的平静安稳 这样的思维方式 我们知道保罗和希拉 在狱中的时候 他们高唱赞美诗歌 我们唱赞美诗歌 是很好的环境 他们在狱中 在锁链捆绑的时候 高唱赞美诗歌 狱门就大开 我们也知道 当众弟兄姐妹 在一起彻夜的 迫切地为彼得祷告的时候 彼得却在街里 被两条链子锁着 锁着两个冰钉的中间 看守的人也在外面看守 主的使者用大光照他 他都醒不来 还要拍他的勒庞 把他拍醒 快快起来 那猎头就在他身上 脱落下来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一定是很忙碌 尤其是前面一段时间 我们在自救 我们在护救 我们在传递各种信息 我们在捐款 我们还有工作 我们还有教会崇拜 已经非常的忙碌 就是纪念我们的辛苦 保守我们的辛劳 不是突然的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常常的和神祷告 把祷告放在地外 在忙碌之中 心里有平安 在忙碌之中 心里也没有抱怨 在忙碌之中 我们也没有忘记 我们从主领受那个 我们是天国大使的 那个使命 我们不要忘记 当马大 还是忙着 不可开交 给耶稣 而且他的蒙徒 总为饭事的时候 多么值得夸奖的事 但是妹妹玛利亚 竟然端住在耶稣的面前 听讲故事 多么的不自觉 这个马大 稍微的抱怨了一下 求耶稣叫他妹妹帮忙时 竟被主耶稣责败了一顿 他说 马大 马大 因为许多的事情 烦忧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切 玛利亚已经 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弟兄姐妹 朋友们 我们有没有选择哪上好的福分 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上好的福分 传递给我们周到的人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蒙徒在和风浪搏斗 耶稣竟然在传为 整着枕头睡觉 这到底是谁 他的优先级是什么 他难道是不顾名徒的性命吗 今天我也借着 今天是父亲节 我想多讲两句话 我们的主 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主 他是像我们许多做父母亲吗 常常站在我们的船头上 大家思想 假如我们做父母亲 我们站在孩子的船头上 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们就主动干预 孩子的功课就是我们的功课 孩子找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 孩子生日已经结婚生子了 还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不仅主动干预 而且是亲自掌舵 亲自还滑奖 事务继续的规划 并且执行孩子的人生方向 孩子也一点灭对个人 独立的依靠神 灭对人生 艰难人生的功课都学不到 虽然他们很成功 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 我们自己怎么样 我们忙家里 我们忙工作 我们忙教会 我们忙疫情 在辛苦忙碌之间 我们的信心 自在自己这些所做的事情 这些忙碌之中 他是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想主耶稣在风浪中 睡觉 并不是像 后来有的姐经家说 他实在太空了 讲了那么多道 还要祷告 早上起那么早 睡着了 他也是人 彼得也是空了 要杀头了 为什么说得胡胡大睡呢 我觉得他们主要还不是因为 他们太忙了 太累了 太空了 而是因为他们有必胜的确据 他们有必胜的信心 我们有没有必胜的确据呢 不仅对我们的孩子 而且对我们的我们自己 但是那时候的门徒是 多么的害怕呀 马上就要丧命了 他们说 夫子 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我们看门徒虽然害怕 但是我觉得比我们强 他们总算找到了 找对了对象和方法 他们是向主祈求 虽然有一点抱怨 但是我们遇到疾难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的第一时间反应是如何的 现在是如何的 现在这个疫苗来了 我们的心情是怎么变化的 好好地思想一下 你祷告了吗 你认罪了吗 在疫情警戒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祷告的 在信心中的求告 还是在回忆中的抱怨 疫苗出来以后 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是和世人一样觉得 我们寻求到了 终于寻求到 可以依靠的这样的一个救星和保护措施了 还是去和神祷告 求神保守我们 为自己祷告 为别人祷告 为这个国家祷告 也为神的国度祷告 在雅各说五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 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带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先知以利亚 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你就三年零六个月 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 中庆的祭司 我们都有祷告的权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仅有圣灵 替我们祷告 而且主耶稣 在父神的右边 替我们带求 我们有为疫情 破解祷告吗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抱怨环境呢 还是说 在主面前认罪呢 我们是义人吗 主耶稣的门徒说 夫子 我们丧命了 你不顾我们吗 那时候耶稣就醒 他斥着风 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 主耶稣醒了 我们的主 从来不误事 但这到底是谁 他的行事方式 是什么呢 全球环境变暖 自然灾害平凡 一年的疫情 这么严重 他怎么就在睡觉 真是醒来以后 只说不做呢 我们特别想注意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主耶稣的行事方式 他斥着风 他rebuke这个wind 他说快 住了吧 风 才是事列的源头 他向海说 静了吧 be still 海 这个疫情 只是事列的环境 主话说得好 无风 不起浪 树欲静 风又不止 我们的主耶稣是知道 问题的源头 不是海 而是风 世界各地陆续地出现 此起彼伏的重大疫情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源头 这个灾难的源头是什么吗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场所 这是我们的教会 出现严重的问题 我们知道问题的源头吗 如果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 恳切地向主来祈求 求主的帮助 求主的指引呢 全世界的疫情这么紧急 难道就没有灵界的征战吗 而灵界的征战 难道能用世人的方法吗 口罩 social distancing vaccine 弟兄姐妹朋友们 我想和大家攻读 诗篇91篇 看看我们的主 他到底是谁 他的形式方式是什么 我们就读一遍这个经文 大家思想 回去以后 仔细再回去读一下 91章第一 91篇的第一节 他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 我要弄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 扩离捕鸟人的网络 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 遮蔽你 你要祷告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动牌 弟兄姐妹 他到底是谁 在第五节说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败了的剑 也不怕黑夜型的瘟疫 或是五阶灭人的毒病 所以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 外人扑倒在你的右边 这灾却不临近你 你为清野观看 借恶人遭报 这个海 这个疫情 这个病毒 只是一个环境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第九节到十三节 也说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经将至高者 当作你的居所 破坏 必不临到你 灾害 也不挨进你的帐篷 因为他为你丰富 他的使者 在你一切 索性的道路上 保护你 他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在 狮子和蟒蛇的身上 要借他哨壮 狮子和大蛇 弟兄姐妹 风 才是这个祸化的源头 是撒旦 才是祸化的源头 我们有没有知道 这个问题的根源 我们有 有没有找到 我们依靠的对象 神说 因为他专心的爱我 我就要打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难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打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救恩贤命给他 弟兄姐妹 朋友们 谁是那蒙福的人呢 不就是那些 单单的专心爱他 唯独高居他的圣民 恒心依靠 并求告他的人吗 别无他法 如果我们能够 专心的爱他 我们高举他的名 我们恒心的求告他 他就在任何 威胁的环境里面 都保守我们 黯然无恙 也保守我们 主想长寿 而且将他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 就是那个救恩 写面给我们看 耶稣基督 赤则风 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转过头来 对蒙福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弟兄姐妹 我们为什么胆怯 我们胆怯 是因为环境太邪恶了吗 是因为疫情发展太快了 停留太久了吗 是因为我们以往的生活经验吗 不管是家庭 还是在社会上的 是因为我们贴身胆小吗 可能都是 也可能都不是 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想过 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心太小 或者干脆说我们就没有信心呢 我们胆怯 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想靠自己 就是依靠别人 不是只看环境 就是只看症状呢 但是人都是靠不住的 只有神是真实的 Everybody is a liar 每个人都是虚荒的 而且环境也是不可预料的 但是我们就是很少仰望主 信靠主 这到底是谁 他对我们是如何评价的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很短的 一个小小的见证 就在今年三月份发生的 三月二十八号 应该是个主日 我们从外晚 下午比较晚了 出去三月二十八号 在一个地方叫 Princeton Forest Village 就是我们旁边的小区旁边 我们去散步 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保 八点钟的时候 暴风雨要来 我们家离的那地方 并不是很远 我们就出去了 但我们拽悠了一圈以后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Princeton Forest Village 梁兵可能去过那个地方 但是七点半的时候 那个暴风雨就昼至 大家知道星泽基 这个地方挨在海边 所以经常那个Hurrington 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些渔波 这那个风是狂风 特别大 树枝正往下来掉 那好在我们正在外面散步呢 但是在那个地方 正好过了马路 就是一个餐馆 餐馆前面的 有一个遮雨的地方 我们就把雨伞打开 根本打不住 就三秒钟的时间 就冲到那个地方 我们说斩闭一下 这个雨来得太早了吗 早了点 我们只有15分钟不到 我们就可以回家 七点半的时候 八点钟雨伞来 现在就来了 所以我们就想 在那躲一会儿 躲一会儿 看这个雨越来越大 风挂得越来越狂 我们就视野一下 拿着雨伞能不能出去 根本撑不住雨伞 后来我就问一下 我的家里的姐妹小燕 说你看下贴旗预报 她就拿手机看看贴旗预报 她说还是说八点开始 现在七点半 十一点多才结束 大家就知道 我是什么反应吗 暴风雨来了 风特别大 知道很多掉树枝的情况 至少我们把全身零透 我们回去以后 没法打雨伞 那我是脑筋里面 马上我就飞快地旋转 飞快地旋转 我就想找一个right 要一个人给我接我一下 但我想的时候我就想 我们那个弟兄很爱 爱主愿意服侍的一种 在中国 我们另一个弟兄在San Diego 我们另一个弟兄呢 他在Forey拿领着孩子 去度假去了 我就抓了一圈 脑筋很快地 就三秒钟时间 然后我就想 也不好啊 下雨的时候 开车很威胁的 那个树枝不停地掉 风这么大 怎么忍心让人家出来呢 不然小燕就在旁边 就说 为什么不祷告呢 弟兄姐妹就听这个 为什么不祷告 我就马上老子又想 我说下雨的事情祷告 有人还需要这个冲雨呢 是吧 要浇灌装架 他说祷告 我想也是怎么回去啊 小燕就祷告 祝阿 你是行万事的神 你自够我十五分钟时间 我们就可以回去 祷告完以后呢 我好像我也有信心了 我也要祷告 我说阿门 我说就是十五分钟时间 知道你是能够平静风浪的 平静风浪的 我正在准备这边讲道嘛 我就知道这个信息 平静风浪 那神给十五分钟不下雨 我们其实我们没有等那个雨停 雨还是大 风还是在刮 我们就拿着雨伞出去 等我们卖出第一步 第二步的时候 那个风突然就小下来了 雨也漫下来了 我们在马路的对面 我们刚跨到马路那个沿下面 觉得这个雨很奇怪 怎么没有那么大风 我们把雨伞吹得到处晃悠 还反过来呢 后来过了马路 小爷说基本上停了 我们就一路 我们还打着雨 还有点小雨 我们一路高唱赞歌 我们就回到家里 不到十五分钟 我们走得很快 感谢神 就是真是在一个暴风雨中 我们学习了一个功课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 都是一样的 这是我第一次 下雨的时候 我祷告 他竟然停住了 他竟然停住了 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 大家听到我的信心了 谁要right 后来就说 又担心别的事情 说国家大事 这个中国美国这边 需要雨 充雨吗 为什么我要祷告这个事呢 没有很多的挣扎的时候 主就说 你为什么敢去呢 你还没有信心吗 在马可福音十六章 十四到二十节 主耶稣这样说的 后来他说 十一个蒙徒作息的时候 耶稣就向他们写信 这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要升帖之前 他责备他们的不幸 心里刚硬 因为他们不幸 那些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要往普提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其的人 必然得救 不信的人 必被定罪 我们非常了解这个 但是主耶稣也说了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就是奉他的名干鬼 说心方也 手能拿折 若喝了什么毒 也不怕受害 受爱在病人身上 病人就必好了 主耶稣说完这些话 就背解升天 坐在神的右边 弟兄姐妹 在主耶稣基督 平静风浪以后 他责备蒙徒不信 这个时候呢 我想还有情可悦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还没有 受死复活 是 没有受死复活 那主耶稣复活以后 还责备他们不信呢 觉得还是个有心可悦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 但是我们注意到 在蒙徒恳切祷告 那一个多星期以后 主耶稣 圣灵降下以后 像火焰一样降下的时候 他们蒙徒 整个都变了一个人 他到处传扬 主的福音 主就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 随着证实所穿的道 阿们 这是马可福音二指爷 这样说的 所以现在 我们不是都是有圣灵的人吗 我们为什么小信 我们为什么不信 在疫情中间 我们有多少时候 是求告主的名 我们有多少时候 听到主的声音 因为为什么我们不让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来工作呢 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 主耶稣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 十六章十三节 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所听见 在父神那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且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主耶稣也说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他说 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要做这比 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主耶稣说的话 哪都有的话 不是实在的话吗 都是实实在的的话 为什么他要瞧瞧 我实实在的告诉你 因为他知道 我们可能不重视 我们可能不相信 打死我们也不相信 当他和马大说的时候 拿撒路死了以后 马大见到他 他说复活的事情 他说我知道 末世要复活的 耶稣怎么讲 他都是不明白这个事情 说我们就是不相信 所以耶稣说 我实实在的告诉你 而且在约翰一书 二章六节说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他没说照主所做的去行 他说照主所行的事情 我们说是主的门徒 我们知道主是如何行的吗 主是让我们如何行的 我们又是如何行的 主耶稣会如何的评价我们呢 当耶稣基督平静风浪说 你们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蒙徒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疫情止不住 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发话 那主耶稣没发话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人 没有好好的认罪祷告 那主耶稣一发话呢 风浪就平息了 疫情就要止住 当时蒙徒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首先大大的惧怕 然后最后说 这到底是谁 Who then is this 这到底是谁 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吗 我们经常唱这首诗歌 唯有耶稣 耶稣你能让瞎眼看见 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 耶稣你有权柄释放 叫不可能的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一 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 叫狂风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迹 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我们口中这样唱 我们心里如何想呢 这耶稣他到底是谁 不仅风和海听从了他 无花果树也听从他 疾病疫情听从他 甚至死人从坟墓里也听从他 连乌鬼都听从他 在马可福音一章27节 总是都惊讶 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诀柄丰富乌鬼 连乌鬼也听从了他 弟兄姐妹 这到底是谁 是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 我们所认识所跟从的主耶稣吗 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到24节说 耶稣说你们当幸福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子弟 你对他说 你不需要祷告 你就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子弟 投在海里 他说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 他就是你 你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 就必得着 我们住在主里的人 我们听从他们 主耶稣奇妙的作为 在今天你仍然相信吗 在事实纪第六章 当这个米甸人欺负 以色列人的时候 神就派使者来说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地也就说 主啊 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至遭遇 这么一切的事呢 我们的列祖不是像我们说 在摩西五经里面 不是记载 耶和华领我们 从埃及上来 他那奇妙的作为 在哪里呢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将我们叫在 米甸人的手里面 将我们交在疫情的里面 弟兄姐妹朋友们 疫情紧急的时候 我们的主 和我们同在吗 他那奇妙的作为 在哪里呢 疫情过去以后 我们还向主祷告 求更多的救几个人吗 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的天父 创造天地外物的主宰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仰望你的恩典 和你的怜悯 若不是相信你那不变的应许和慈爱 我们谁又能来到你的面前 请求你的赦免 我们若不是相信你那扭转天地 私利复活的大能 我们怎么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呢 我们不只是我们那些还不信你的人 甚至是我们这些自称是属你名下 信靠你的人 主啊 又是何等的健忘 是何等的自大 我们何等的自义 我们也是何等的无知 我们真的认识你 求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污秽和不堪 也求你启示我们 你的圣灵亲自的启示我们 让我们看到你的应许和你的大能 当我们真正的谦卑 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啊 不靠自己 也不靠别人 我们不看环境 也不看我们身体的症状 我们单单地专心爱你 我们唯独高举你的圣名 我们更加横切地 献上我们的祷告来求告你 这时候你的应许和那奇妙的作为 肯定就会写在我们身上 因为你保证我们说 随由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 这灾却不临近你 主啊 我们相信 如果我们不相信 就无疑说你在撒谎 主啊 求你赦免我们这种不幸的罪 你也应许我们说 你要使我们足享长寿 将你的救恩显明给爱你的人 主啊 我们不仅自己要这样信靠你应许 也要求你给我们 在世上的有限的世界里面 让我们有足够的爱心 而是从你来而来的爱心 给我们 而且给我们圣灵的启示 给我们数贴的能力 让我们不要白白浪费 这个重大疫情的警告 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宝贵的身份 和你给我们的大使命 让我们更加的要珍惜光阴 将那个不禁让人今生有平安 而且将来来世 有永恒的救恩 插开更多的 你所节血的 你所爱的 真正是属你的人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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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